姚华目光一闪 想要再问任静初 可是见任静初表情如镜面一样 除了外表那些 再没有了别的在里面 不由得失望 任静初虽然身处薛家 只顾得让人去娘家传信 想方设法地想要回娘家 不一定将事情弄了个究竟 就算是去问也没用 任静初道 我现在在这里又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 姚华就忙打断任静初的话 三爷的病到底怎么样 任静初脸上一僵 想到薛明矮就有一口气堵在那里 提也不想提他 别过脸去 我也不知道 姚华没想到这位任四小姐 竟然会任性到这个地步 薛明矮已经是他的夫君 就算是不在床前伺候 也不能不闻不问 薛家以这个理由 惩治了新媳妇 任家也没话可说 三爷是个有福气的 这病想必很快就会好了 这段时日 你要多上些心才是 任静初 正要拿帕子去擦眼角 听到这话 他静着将手放下来 一双眼睛灼灼地看着姚华 大嫂是什么意思呀 姚华提起帕子来 给任静初擦眼泪 笑着道 我们女人呀 都是盼着绿叶成荫 紫满枝的 哪个女子不是要有个归宿呢 从娘家到夫家 一开始定会觉得陌生的 过段日子也就能安稳下来了 去了别处 你倒不适应了 你瞧着有多少姑奶奶回娘家住 还要从夫家拿被入呢 任静初听着姚华的话和钱是无益 却不去深想里面的意思 只是急着看姚华 你这是应付我 不肯带我回去才说这样的话 姚华笑笑 怎么会呢 任静初负气得道 你在我家自食不用说了 母亲哥哥哪个对你不好呢 你也尝不到我的苦楚 可知我如今过得什么日子 连是下人都不睁眼看我 我 想到自己在任家的情形 哪里能跟任静初相比 任静初却张口就将黑的说成白的 他又不能说出胸口的苦闷 一时之间就如被压了一口气 好半天才吞眼下去 仍旧是笑脸相迎 薛二太太和三爷都病在床上 这才无暇顾及 否则怎么会冷落了妹妹 妹妹不想想外面都在传御音 在薛家是三进三出 妹妹这时候不管不顾地回了娘家 势必就会有不孝的闲言碎语 说到妹妹的身上 妹妹也知道 咱们任家最终笑到了 便是在老夫人面前 也是说不过去的 任静初好不容易听到姚华提起祖母 没想到姚华就会说得笑道上去 姚华又说起任夫人 夫人的意思是让妹妹放心 妹妹受了委屈 夫人会想办法给妹妹正了脸面 妹妹自己在夫家也要心中有数 出嫁的女儿 怎么好第二天就回了娘家呢 日后不要说是老爷和夫人 老夫人知晓也要动气的 说着又叹口气 哎呀 老夫人年纪大了 惊不得半点气的 万一有了闪失 老夫人可是最疼妹妹的 任静初这才听明白 任夫人没让姚华来接她回去 整个人一下子失魂落魄般的堆坐在炕上 妹妹别急 我现在就去帮你问出个理由来 荣华侧躺在炕上 春瑶坐在旁边 轻轻地给荣华揉捏着腿 锦绣道 任大奶奶和三奶奶在屋里说话呢 听起来三奶奶的情绪四十好多了 任静初不是情绪好了 而是知晓了任家不会让她回去 一下子没有了依口 失望了 姚华向来会说话 定然能劝住任静初 当说客 没有人比姚华更合适了 再说 不管薛家人怎么说 只要任家不表明态度 任静初的心里就有一线的希望 任谁说的天花乱坠 都是没用的 只有让任家人亲手将路给封死了 任静初才会死心塌地 宽解别人的事 她不是不能做 只是不想在任静初面前受气 任静初的性子 说不定会说出什么让人堵心的话来 荣华看向锦绣 去准备准备吧 时间差不多了 她不能让荣华在一旁看热闹 尤其是荣华身边的丫鬟和薛明矮油染 荣华她脱不了管教不当之责 荣华身边的那个丫鬟叫什么 任静初皱起眉头 听说是个叫红鹰的 竟然是红鹰 姚华的心里笑起来 祖母给她准备的丫鬟 后来却给了荣华 荣华当时一定是很得意的 没想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荣华的脸上故意一紧 那是荣华的陪嫁丫头 陪嫁丫头可是和主子最贴心的 任静初一领头上如同炸了个雷 莫不是陶荣华早就知晓 所以才会在她成亲当日提起 本来风风光光的婚事 却让她乱人耻笑 想到这里 任静初的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 陶荣华将身边的丫鬟给了薛明矮 薛明矮对那个贱人还上了心 她要怎么办 不单单是这个 要那个贱人在薛明矮的身边 陶荣华想知道她房里的事 再容易不过 她就这样栽在陶荣华 这个低贱的树女手里 姚华瞇了一眼任静初 脸上仍旧是温宽的表情 妹妹安心 不管怎么样 我也要听妹妹说话的 任静初心里顿时一热 姚华本以为男院 不过是一处偏僻的所在 荣华梭在那里又避过薛明矮的喜气 谁知道入眼的是个精巧的小花园 旁边修着壁划池 上面跨着白玉桥 有水是蜿蜒而下 上面铺着通透的琉璃砖 从上面走过别有一番异静 院子中开着白绘 一旁事后的下人 看着不比薛夫里的少 这哪里是躲避 像是专为她修起了这个园子 姚华还在四处张网 一路的婆子的 一路的婆子的 往前面就是了 任静初无心四处看 只想见到荣华问个清楚 眼见着就要到荣华住的院子 便加快了脚步 姚华只得加快脚步跟在旁边 进了院子 任静初向前看去 门口几个丫鬟低着头 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 听到脚步声 穿着偶色半壁裙的丫鬟 看到他们来了 表情明显地一变 不自然地向屋子里望了望 婆子先上前道 少夫人在吗 任大奶奶和三奶奶来了 丫鬟给任静初和姚华行了礼 这才道 在那 奴婢进去通病一声 任静初冷笑着道 不是早就通病过了吗 都是自家人 哪用这样麻烦 说着他就要去推门 丫鬟们阻拦不得 这焦急地跟着上前 还是锦绣看到了众人 忙打量的 任大奶奶 三奶奶来了 下人这样的惊慌失措 可想而知 荣华没料到 他们会这么快地就过来 尤其是没想到他会过来 想到这里 任静初更是脚步不停地 静直静的那事 琉璃帘子清脆地晃动 任静初还没来得及 抬起头来看荣华 一眼就看到了 地上跪着的丫头 那丫头穿着青色的衣裙 紫色半壁 收着双逻辑 拱着身子跪在那里 脸色苍白 神情惶恐 面目浮肿 没有半点的颜色 只是悲悲戚戚地哭着 姚华跟在任静初的 后面进屋 也看向跪在地上的丫鬟 与那丫鬟的目光一碰触 心头就油然生出 一种不好的预感 姚华视线 只在那丫鬟的脸上一转 便抬起头 挪到荣华的脸上 荣华收着芙蓉归云记 偏戴着一朵鹅黄色的堆砂花 戴着小巧的碧屑耳式 脸上的表情自然 眼睛明亮清澈 几乎能照出她的影子 红锐的嘴角微微上扬 笑容是恰到好处 莫名其妙地 让她觉得 似是能将她看通透一般 荣华这样随意地坐在那里 见她来了 便放下手里的茶碗 微微一笑 似是习惯地迎她进屋 要与她闲谈般 让她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这样的熟悉 就像是见到了某位故人 只是她心里的 却不是惊喜 而是一种深深的惧怕 一种说不出来 又难以求证的恐惧 太像了 这一瞬间 她几乎以为是看到了五妹妹 那个从小与她 格外亲近的五妹妹 摇滑思量间 认镜出的目光 已经从地上的丫鬟脸上挪开 看向椅子上的荣华 陶荣华比她上次见的时候 气色好了不少 整个人似一块玉 盈润地能透出光来 荣华笑着站起身 三弟妹也来了 说着就去看姚华 怎么和二姐一起 听到荣华提起了她 姚华就笑道 我刚走进园子里 恰好就遇见了 荣华请认镜出 和姚华坐下 又让丫鬟去端上好的茶来 姚华笑着 打量着荣华 早前就听说妹妹有了喜 却不敢过来 如今妹妹的胎也坐实了 这才来瞧瞧 不知怎么的 看到荣华嘴角微扬 颇有深意的笑容 姚华忽然的心不再淹起来 五妹妹的面孔 不时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荣华羞涩地笑笑 让二姐惦记着了 任静出却不停地 看向屋子里跪着的丫鬟 荣华和姚华说了话 这才收起笑容 看那丫鬟道 你先下去吧 屋子里没有了旁人 任静出就只等着那丫鬟退下 就要开口问红英的事 谁知那丫鬟却向前跪行了几步 不停地向地上口头道 不是奴婢强辫 就算外面再有什么风言风语 少夫人便去查了 奴婢也不怕对证 若是果真有此事 奴婢就撞死在这里 与人无怨 说者又哭道 事到如今 奴婢还有什么可欺瞒的 府里哪个不是穿三叶 又向少夫人咬了奴婢 奴婢借着这话 便向主子挑了恩典便罢了 何必咬着不松口呢 对奴婢又有什么好处 话说到这里 旁边有个穿着 豆绿色衣裙的丫鬟 也跪下来求情道 姐姐说的都是实话 若是姐姐果然有什么 奴婢其有不清楚的道理 再说 姐姐又哪里有机会见到孙爷 说者也哭起来 奴婢没跟着少夫人进了薛家 怎么敢给少夫人丢了脸面 再说了 奴婢们从小在老太太的跟前长大 若是品行上有什么差错 老太太怎么会将奴婢们给了少夫人 说者就去看姚华 二姑奶奶 你也听奴婢说句话呀 更贵性挤不到了姚华的脚下 在家里 二姑奶奶常常和奴婢姐妹在一起 奴婢姐妹岂是那种没有心肝的 二姑奶奶玲珑心肠的人 岂会与我们姐妹交心 我们姐妹在府里如何 二姑奶奶最清楚不过的 红鹰在旁边听了 不停地向荣华磕头 少夫人 奴婢真的没有那种心思 旁边的红玉也在不停地磕头 二姑奶奶就帮奴婢们说句话吧 就算将心掏出来 只要能正了清白 奴婢也心甘情愿 荣华沉下脸来不说话 红玉只是一味地哀求姚华 姚华终于守不住 弯下身来将红玉扶起来 这话是怎么说的 红玉 红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任静出这才明白 一早在地上跪着的丫鬟 就是之前提到的红鹰 她冷冷地开口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三爷要错了人 红鹰一下子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鹰鹰的眼面哭泣 奴婢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既然三奶奶也在这里 奴婢今儿就在少妇人 三奶奶的面前许了愿 说者一边用袖子擦了眼泪 一边说道 奴婢绝没有那些阿扎的心思 主子们不信 奴婢就简发明智 明日去爱里做了骨子就是了 说者从袖子里就掏出剪刀来 将自己的长发扯下来 剪了下去 屋子里的下人本就少 荣华几个也是猝不及防 眼睁睁地看着红鹰的头发 纷纷落在地上 任静出瞪大了眼睛 姚华也是正愣住了 还是荣华先回过山来 急忙叫丫鬟将红鹰手里的剪刀 抢下来 饶是如此 红鹰剪头发时 还是伤了自己的脸颊和脖颈 一下子弄得是鲜血直流 红鹰也不管这些 只是道 求少夫人成全了奴婢 让奴婢去陪伴老太太 奴婢想在老太太的面前 静静心里 任静出 看得红鹰表情坚定 并不像是作家 再说 长发已经静剪了一半 再也不能玩起来 额头上脸上脖颈上 都是血污 看过去 好不害人 任静出 看过去就争冷住了 不知该说什么 荣华淡淡地道 将红鹰红鹰扶下去吧 丫鬟婆子就上来 搀扶了红鹰红鹰下去 荣华这才看向姚华 这件事 我是也要跟二姐商量的 自打祖母过事 红鹰就跟我说 要去祖营那边 帮衬着四十祭祀 我也拿不定主意 若是挡了 倒是坏了这丫头的一番心意 若是就让红鹰去 红鹰在祖母身边久了 知晓祖母的心意 也算是替我们尽孝心 这哪里是要向她讨主意 而是要她从旁边附和罢了 若她说不能将人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走 任静出 除不掉眼中钉 自然会牵连着她一起怨了 若是她说就顺了红鹰的意思 她就算是帮了荣华的忙 荣华是算定了 这一次定不会吃亏 所以才在他们面前 演了一场苦肉计 说到陶老太太 姚华红的眼睛提起帕子来擦眼泪 边哭边去看旁边的任静出 谁知道那任静出 偏偏没有了主意一般 之前鼓起来的怒火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压制住了 荣华真是用的好手段 有谁会再去在意一个面目浮肿 满脸血污的丫鬟 任静出 本来气势汹汹地来找荣华讨要结果 却没等她开口呢 红鹰就要被送进了家庵 没有比这个再让人意外的了 任静出安静下来 荣华看看时辰笑着道 正好 午饭就在我屋里用了 李妈妈让人拿了汤婆子 伺候老夫人喝了 老夫人歪靠在软炭上 吩咐李妈妈 给我备的饭菜太多了 我今天也没什么胃口 你找个妥当的 调两样饭菜给少夫人那边送去 让人准备了热盘 送去的时候别凉了 老夫人真是怕少夫人过于劳累 心里挂念着 李妈妈妈笑着应了 老夫人放心吧 我这就让人去安排 三奶奶那边出了事 满腹的人都看着 最后还是靠着 怀有身孕的少夫人 伸手压制住了 经过了这几件事 往后 这老夫人恐怕 会越来越依靠少夫人 老夫人低声地道 亏她是好心思 竟将这些都想周全了 我一时还没猜透她的意思 就让她就这样做成了 现在只怕明爱还不能明白 要坏了大事 都说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三爷平日里被二太太压制得久了 加上之前曼尔的事 现在只怕要借着红鹰都发放出来 虽是这样想 却不能就这样说了 三爷想必是听说二老爷要红鹰 这才招了急 现在清醒过来 心里定是悔着呢 不敢再提起此事了 老夫人叹口气 唉 这些孩子呀 小时候都是极好的 这怎么一眨眼就 是俩人的一眨眼